阿職比帝和珍妮 大熊, 你看看她是不是很可憐 看看珍妮她的樣子是不是很寂寞 是嗎? 我覺得跟之前沒有分別 這個娃娃表情到底會有什麼變化 我就不太清楚了 這件事你當然不清楚了 珍妮和阿職他們兩個心裡一定是很珍惜對方 但是阿職就突然不知道去了哪裡 她是個娃娃, 又怎會自己走了 會不會是你自己不知道放在哪裡 說不定是你媽媽把她藏在什麼地方 或者不小心丟下垃圾桶 還有是 竟然趕了我出來 也不是孩子了, 還想著玩娃娃 真是不明白那些女孩在想什麼 大熊 是春木參嗎? 她剛才打電話給我 說有事要跟我商量 叫我過來找她 是嗎? 什麼事? 就算是春木參也不知道怎麼幫到她 不過春木參她的確是挺聰明的 大熊, 靜香她 幹什麼… 釣魚才在空中猶緊? 好, 釣到了… 你在幹什麼? 公仔自動化音波 音波? 將它發出的陰波 向著整成動物營造的物件就可以 改變物件的分子排列 就會像這個鯛魚燒一樣 暫時變成有生命 喂 你不要走 等一會兒 多看一看 對了 就是說 可以令到公仔都好像真人一樣行動 用這件法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嗯? 你說公仔自己離開家走下去 真是說得沒人相信 很可能是有人拿了公仔離開這裡 蛤? 那是誰啊? 不是 不是人拿走的 你看看 我相信的真空一定是一隻野貓 可能真的是 既然這樣就不用怕它吃了公仔 我想它應該把公仔丟掉在其他地方 牙直在哪裡? 想尋找這個玩偶 找到的話請通知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啊 我會四周去貼這些告示 你就四周去問問人吧 麻煩你呀 出門插 好啊 靜香他不是在家嗎? 是啊 不過他跟我說很快回來 不如進去等他吧 靜香和春木探兩個出去做什麼呢? 很想知道 對了, 你是不是很不開心 好啊 雖然靜香現在還沒回到家 不過可以用這些音波 讓你說我知道誰是真空 怎樣啊? 他真的懂得動啊 對了 突然哭得那麼慘 搞得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喂, 你去哪裡啊? 不好意思啊 請問你有沒有見過這個公仔丟掉在附近呢? 沒有啊 我沒有見過啊 都是不行啊 完全找不到任何線索 我到處都貼了 啊, 麻煩你呀 我還拿去派出所 可以做的事全部都做了 跟著只可以等消息 是啊 別這麼沒心機了 我們一定找到的 謝謝你幫了我這麼多 其實我現在都看不開心了 這次麻煩了 他到底去了哪裡啊? 大熊, 你幹什麼啊? 我…我用這個法寶 他的音波射了珍妮之後 珍妮他就馬上走了出來 那你怎麼樣啊? 我想他多數是走了去找阿姊 可惡 怎麼要你做這種事? 你這樣想如果連真理都不見迷的話 是你的責任啊 啊… 托拉希姆 哪個叫你不問清楚這件事啊 可惡 是呀… 沒理會, 讓我嘗試和你一起找 有了有了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娃娃? 那個娃娃是男生來的 我知道了, 原來真的是這樣 麻煩你了 你知道什麼? 他說我知道見到野貓小黑 擔著那個娃娃 這個小黑? 那現在那個娃娃在哪裡? 小黑他有個習慣 看到喜歡的東西就會擔走 然後就會藏在那裡 他竟然藏了這麼多垃圾在這裡 這裡見不到有娃娃在這裡 沒錯 這隻鞋, 是娃娃的鞋 就是說阿姬他真的曾經來過這裡 不過, 兔弟他之後又去了哪裡? 小黑 喂, 你拿了那個娃娃去哪裡? 呃... 他說他原本是很喜歡那個娃娃的 不過不知道誰趁他不在這裡拿走了 是不是真的? 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們都要重新找過了 是一隻小狗的娃娃? 多拉A夢, 借個法寶給我 我想你幫忙去找這隻鞋的氣味 原來是這樣, 你竟然想到這麼好的方法 等等 大熊多拉A夢 對了, 靜香 那兩個娃娃呢? 對了, 靜香, 大熊已經找到一點線索了 這隻鞋 對了, 靜香, 你在哪裡找到的? 我覺得那個真空一定是野貓小黑 這隻鞋是我在胸底的草叢裡找到的 對呀, 不過不見那個娃娃在這裡 是呀, 你們倆竟然幫我去找娃娃 剛才很對不起 不要緊 我們現在已經叫了這隻小狗去找你的娃娃 真的可以? 那隻小狗是不是找到一些東西? 去追他吧 在這間屋裡面? 看來就應該是了 我們試試問一下 嘿 我想請問, 你們有沒有收拾過一個娃娃 是男孩來的? 有呀, 他在我這裡 我看他被人丟在胸底的草叢裡 所以就收拾了回來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不過, 我不可以收拾給你 蛤? 我家的比弟和阿姊一見鍾情 我覺得他們兩個現在已經是非常喜歡對方的 你說比弟? 一見鍾情? 是那個娃娃 現在才說拆散他們也很殘忍 這種事我就算是做不出了 剛剛那個是不是正香的娃娃珍妮? 是呀, 不過為什麼他會來這裡呢? 你們還想問 一定是愛的力量 珍妮, 終於都見花阿姊了 終於都重逢了 好感動的場面 阿姊的樣子很開心 李英格, 她的樣子好像很頭痛似的 沒有這樣的事 看看, 比弟也覺得很傷心 我不覺得 好了… 那沒辦法 我們現在就給三個娃娃自己聊聊 好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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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姊 大男朋友好像在那裡來笑 阿姊! 你要選比來女人 你選 summer 你會留給他女人 cavor 爹 你選我 你要選我的 summer 这就叫三角关系了 好可怕